马前客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一集 前面讲到了开始 那么这一集就会讲到怎么结束 在哪一年结束 最近有个报告说中国不到1%的人 在房价最高点的时候掏心 那么我就是这很幸运的1% 我是在2019年卖掉了中国的房产 然后进行了海外的职业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2019年绝对是一个房价的最高点 我是怎么做到这一个判断和选择的呢 一方面是因为我对新闻和数据的关注 另一方面就来源于马前客 推背图这些预言 对于当下中国的一个解读 这一集非常的关键 请大家多多的转发点赞收藏 从以下内容开始 所有民干词使用谐音 请大家自行发译成正文理解 先来看其道大帅 很好理解就是要帅弱 也就是到了顶点之后 然后开始大帅 这边也隐含着大帅之前 其实是很兴盛的样子 要注意的是 并非说是一次灭亡 而是大大的帅弱了 然后慢慢的失望 所以这个大帅的时间是何时呢 前面的成吉一生就是关键点 成吉一生有两种解法 第一种就字面上的意义 成吉的吉就是吉年 今年有2017年了 2029 如果说从2017年开始 骑到大帅有没有道理 有 请大家回顾一下近期的历史 还记得2017到2018电影 《战狼2》还有厉害了 《我的国正在热播》 以这两部片为代表 可以说是所谓大国崛起 中国自信心爆棚的时代 当然还有雄安七年大忌 一带一路新四大发明 2018年川普就发动了美中贸易战 从关税到法律 科技 军事压力等等 各种政策 导致了中国的大量外资撤退 产业链转移 加上2020年口罩事件 然后现在什么样子 大家有目共睹 是不是符合有盛转帅的呢 大家评论区留言 所以第一种解释是 2017年开始 就是由盛转帅的转折点 相当合理 不过比起第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更加合理 而且还有推背图的相互验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